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块是西北西域那一部分 被西夏给占去了 一是北方北燕云十六州那一部分 被辽国给占去了 一是南方原属于唐朝的安南等东南亚地区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局面 不过 虽然失去的比较多 但是这些失去的都主要是边区 而作为中国的主体部分是没有失去的 北宋版图中国的主体部分是什么呢 也主要有三大块 一是中原地区 一是巴蜀地区 一是江南地区 北宋是拥有这三个地区的 所以北宋算是统一的王朝 三国的情况不一样 为 属 无三国 刚好分别拥有中原地区 巴蜀地区和江南地区 主体股价分成三部分 当然只能算分裂的朝代 第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从小到大 各民族不断融合壮大的过程 宋末原初 无疑是一个分水岭 在此前 整个中国存在着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哈民族拉锯战的一种状态 北方少数民族本身 也在极快的分化发展 在一定的时期 某个民族会以军突起 强大起来 比如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 隋唐时期北方的突厥 宋朝时期北方的辽 夏 金 蒙 当北方某一民族强大起来以后 在和南方哈民族的对抗中 就会让南方哈民族所拥有的版图变多变少 不过 宋末以前 整个大格局基本不变 由此可见 宋朝的地缘割据和唐朝 汉朝是一样的 忽必烈宋末后 元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统一 实现了中华民族最大的一次融合 后来清朝再一次实现了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大统一 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宋末之前关于统一的概念 和宋末之后 关于统一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宋朝是沿袭了汉唐的统一概念 汉唐叫做统一 所以宋朝也叫做统一 第三 宋朝保留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中国古代主要是农耕经济 作为农耕经济 也分为三大块 中原地区的秦川之地 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 江南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这三大块 支撑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汉朝 唐朝是这样 宋朝尤其是北宋 南宋丢掉了中原地区的一部分也是这样 宋朝农业生产图景 作为政治中心 在宋末以前 政治中心主要是中原的长安 洛阳 开封等地 宋朝把这个中心保留下来了的 在宋末以后 由于元朝的建立 燕经后来的北京才成为政治中心 而明朝虽是汉人建立的朝代 因为朱棣的前邸在北京 所以 政治中心一到了北京 当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汉朝 唐朝一样的时候 也因此可以称宋朝为一个 统一的朝代 参考资料 宋氏